来 看没哪个疯女人搞了 县衙里冷冷清清的 人都去哪儿了 一个人都没了 你家那位江小姐啊 说谭师爷要刺杀你 小六和大王气不过 脱下捕快服 要跟师爷共患难呢 周正当呢 他走了 去哪儿了 我呀 没资格过问 你道歉的方式 就是放任他自由啊 你不觉得 这样特别坦荡吗 还有 还有 那么一点点 忧伤 虽然他寿命于宗颖林 但是屡次助我们一臂之力 说明什么 说明他心是善的 而你此般对他 如果是我的话 早就一刀砍死你了 你不怪他 当然不怪他了 要怪 就怪你有能力让他回头 但是没有能力把他留下来 那我去找他 等等 宗颖林的死对他打击非常大 我个人认为 现在回馈他最好的方式 就是找到真凶 说得有道理 江姑娘 说好 宋顺 你把这封信 派人快马加鞭送给我爹 让他诉讼 派人来助我 江姑娘 您这是要 要 黄金我是势在必得 可是 从事 宋大人死相凄惨 无人送终 他抚养你二十余年 你难道不想亲手为他报仇吗 可 可如意 如意他真的倒戈了吗 他会不会 会不会是被他们骗了 无论是否被骗 事情都已经是这个样子了 宋大人纵然是人死不能复生 但你不一样 你可以替他 完成卫境之治 属下定为一副 报仇血恨 对了 对了 凤凰山那群土匪 没什么用处 为了避免留下口舌 派暗卫 尽快斩草除根 已经在办了 放心 是 是不是很好看啊 对啊 这地方是写得太好了 这个地方 当然 我跟你说啊 之后会有更多更多更好看的 你们一定要继续来哦 真的吗 真的 兄弟 我来啦 打烊 我寨主来了 为了避免上街 快叫快叫 快叫 走了 干嘛 你怎么来的 走过来呢 小美 还走过来 你现在可以在外面走吗 还走过来 快快快 走 段风 你是不是傻呀 冲凉了几天 还真当自己不是土匪了 你要是被抓进去 我还得花时间来救你 你还是挺关心我的嘛 要不然 咱们不做兄弟了 那你去死好吗 来 来 走 走 来 走 来 走 走 来 走 对了 你看见小白了吗 那只大飞鸽子 没有 奇怪啊 小白昨天去了县衙 到现在还没回来 有可能是半路上 被母鸽子拐跑了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也对啊 那只能我亲自告诉你了 又出什么事了 山寨的兄弟 最近接连被杀 我怀疑是之前 天目山的那帮刺客所为 那帮人 神出鬼没 无比凶残 连我的八杆子打不着的兄弟 都无辜惨死 林茵 我觉得你还是趁早离开这里 比较好 山寨估计也不安全 要不要我让唐大人 派人保护你 你要压抑保护土匪 你是看不起我们山寨呢 还是看不起他们县衙呢 好戏没好碰 我是担心你 黄金案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黄金案的幕后指使 他们为了挖黄金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为了安全起见 你要趁早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我不能让唐大人一个人留在这儿 他一个大老爷们自己能照顾自己 那也不休 不管前面的路多危险 我都要跟大人站在一起 你这女子怎么不识好歹啊 这谁离开谁还活不下去了不成 报命重要 不要 我就要唐大人 兄弟一场 我段风省命陪君子 等我安顿好了我的兄弟们 我就来保护你 段风 你这个兄弟我真是败对了 反正偷来的黄金也花得差不多了 哦 原来县里流传的黄金 真的是你花出去的 还不然 真金白银揣在手上 不花白不花 你以为我傻呢 不然你以为是谁 我们还以为是那个 书上有人吗 你赶紧回天母山去 千万不要让姜牧春发现你今天来 快走 谢谢 我 不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中文字幕——YK